加拿大当地时间周二下午,联邦财政部长奥利弗在渥泰华国会公布上任后推出的首份平衡预算案,主打增加就业,促进增长和实现国土安全。 根据这份预算案,2015-2016财政年度,联邦有望实现盈余14亿加元,奥利弗表示,目前加拿大政府的债务是西方七国集团中最低的, 同时,预算案也将小企业税从现有的11%再降到9%,将个人免税储蓄账户限额提高到每年1万加元等。 不过,与削减政府其他支出相反,用于安全和反恐方面的支出不降反增。 财政部未来十年计划增加120亿加元国防经费,以确保家军在本土和海外的战斗能力。 两年拨款3.6亿加元,用于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战斗,并向皇家寄警、安全情报局和边境服务局增加财政支持,用于执行新反恐法C51号法案扩大的职责。 加拿大目前居住将近200万华裔移民,华裔社区对预算案增加反恐支出反应不一。 增加一些反恐的投入,主要用于一个是保护加拿大的公民,加拿大的国土,更重要的一部分资金应该是去用于多民族的融合,以此来化解这些恐怖组织它产生的根源。 加拿大今年10月将举行联邦大选,这也是本届哈佛政府最后一份预算案。 富皇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景仲美,景仲美,。 旅仲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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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美现在也有所可能帮助。 那是……